这一期我们先看张图 这是1494年 西班牙跟葡萄牙为了瓜分世界势力范围 画的图 就这么狂 人家就在地图上夸 一条线 地球一人一半 这个事件 英法还没崛起呢 他们崛起之后是个什么样 我们看第二张图 非洲地图 很奇怪是吧 你看这个边境横平竖直的 没错啊 人家就是拿着尺子在地图上量着画的 跟切蛋糕一样 你在人家眼里那就是块蛋糕 中东也是啊 他们的边境 就是当年英法两国 塞克斯皮科协定划定的啊 根本不考虑人家当地部落啊 人文啊 宗教啊 就拿尺子 一画完事 本来人人不属于一部落的 你给人画一起 本来人一部落的 你给人家分开 这就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啊 那些地方还战乱不止 那不就是当年那些殖民者们挖的坑吗 你看我们现在说啊 动不动 大航海发现了新大陆 其实什么叫发现了新大陆 人家那块地啊 本来就有人 玛雅文明 印加文明 阿兹特克文明 对吧 你过去好吗 连红带片 把人家国王抓了 后来又被人杀了 你再往后看啊 老美崛起 把人原住民全杀了 好吗 你过去啊 人家招待你 你呢 纠缠雀巢 把人赶到啊 仅有的几块保留地理 你看看那些给人家画的那保留地 都什么环境 哈姆林加兰说啊 这个大陆原来的主人已经被像牲口一样拘禁起来了 原本啊 500万的印第安 被祸祸的升了25万 从1500年到1800年 在美洲那块大陆啊 由于殖民者的到来 导致了近1亿人的死亡 这些殖民者过去啊 对他们来说啊 就是降维打击 我们想想啊 我们想到这儿 我们自己后怕不后怕 大航海时代啊 他们不是没打过我们的注意 只不过呢 当时我们还没掉队 他们武力试探了几次呢 发现刚不过 转而呢 就使用阴谋诡计了 你看澳门就是吗 你再到后来的荷兰 我们说好 你这个当婊子 咱就别利排放 你这个不能又当又利啊 动不动就是什么 我殖民你 其实给你们带来了文明 你把人家霍霍的啊 都没剩几个人了 你这文明带给谁了 就是咱爷们点行不行 我就抢了 我就是强盗 你这可好 到处给人输出意识形态 把自己包装的啊 跟个小白兔一样 你看看 都把我们国内那些 二五零忽悠成啥了 就只想着啊 把自己这身皮都给换了 动不动 打谈人类文明 谈思想 谈尊严 你有什么尊严 就是说弱果啊 没有尊严 不仅没尊严 也没有历史 他们的历史 都得是那些外来的人 给他们编 这个世界啊 不管怎么发展 它都是一个弱肉强势的世界 落后就要挨打 这是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 由于这段啊 我老耍到那些 就是一些博主啊 用那种半死不活的声音 在那讲什么 普世价值 西方哲学 自由平等博爱 他们讲这个呢 也启发了我 我也讲西方啊 我讲西方历史 而且啊 大家放心 我绝对不互编乱造 咱们讲的每个每期啊 都有出处 这期的内容就出自中外历史纲要必修下第七课